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在读到这里P3等于1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两个信息 就是说这里这个P3它是等于1的 并且它是第一个输出的 也就是说P3是输入序列的第三个 同时它是输出的第一个 我们得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在输出完这个P3 也就是1之后 就是第一个 输出完之后 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站内是P1和P2 然后当前的带输入序列是P4P5 然后一直往后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结论 如果到这里没有弄懂的话 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第13道题的一个讲解 如果看到这里懂了 就完全没必要回去看了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读选项 我们发现ABC选项 它们其实是同一种情况对吧 它们都说的是P1和2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判断 我们假设说P1是等于2的 那么是什么情况 P1等于2也就是说你第二个输出 你就是P1对吧 你这个是你的第二个输出 你的P3是你的第一个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结论之后 这样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我们当前的情况是不是 站内是这样的呀 然后带输入序列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得到一个2 也就是说在我们假设的情况下 它就是P1 我们现在下一个输出 想要得到的是不是一个占底的元素呀 我们想得到这种情况下 想得到这个占底的元素 是不是不太可能呀 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P2在上面压制的 即使你想要得到P1 你也得先出来P2 再才能出来P1对吧 也就是说在你P3等于1 并且1是第一个输出的前提下 你第二个输出不可能是P1 也就意味着你的P1不可能等于2 那么ABC3的选项 就是这么同一个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结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D选项 D选项是在说P1和3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依然假设它们是相等的 那么在我们的分析之后 跟这里是差不多的 我们得出来P1如果想等于3 也就是P1想做第三个输出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如果它想做输出 是不是P2得先输出出来呀 那么你P1想做第三个输出 那是不是你P2就得是第二个输出呀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呀 是有可能的呀 也就是在我们当前情况 P3等于1先输出来P3 然后直接进行P2和P1的输出 这样P1就是第三个输出也就是3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P2是等于2的 也就是说P1是可能等于3的 D选项是一个错误的 我们这道题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